可是中天他現在已經不只是商業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商業媒體就會 他最大的核心價值是賺錢 他當然會在新聞專業上來賺錢 其實我們不要理想化一點 我要在新聞專業上來賺錢 因為我新聞如果專業的話 都說服了這樣 有核心度我才能賺錢 我靠我會來這裡登啊 可是中天已經偏離這一個輪到 所以他不怕不賺錢 他虧本也沒關係 然後他重點是要影響你的價值 這才是最可怕 那不是商業媒體 商業媒體是說 他的報復率越來越少 各位你知道現在中天 中國時報報復多少分 以前我剛才都講說 他不到10萬分 可是現在我前一陣台 只剩下7萬分 就這樣報復率越來越少 然後他還繼續花成本 他最近有一個10月16號 要出一個週刊 叫王週刊 各位可以在那個 4月16號轉看看 因為他很便宜 平均一本是4塊錢 4塊50 40塊 就是他如果訂閱 他是週刊嗎 反正一年一個月 一年不知道多少錢 他也平均一本4塊 然後如果去哪裡還不用錢 這是辦做看 一定要花很多錢 然後他還花很多錢 去拜一份這樣做看 但不怕成本虧損 他就要做 所以他是有目的的 他是 他福音的另外一個價值 這個價值高過於他賺錢 所以他已經不是商業媒體 那這個核心價值什麼 我也不要這樣子 太多 表達太多理解 各位可以去看看 因為他這幾年來 對於那個 我現在 暫時別提到這種表情 他這幾年的一些報道的底項 是你們會發現的 因為他王道 他王週刊是王 就強調他是王道 這王 我們來想 他為什麼不去旺道呢 他不是旺旺嗎 為什麼變王道而已 因為他是王道 他強調中國王道 他覺得他是站在 中國的這個地上 那 你知道中國時報為什麼 當初賣給蔡英文 因為他虧損 虧損得不得了 他一個月也虧一億多 所以一個月就一億多錢不就 然後 他一年就虧15億 所以你現在下去看15億 他們家的財產就會一直流失 所以賣給蔡英文 蔡英文買多少錢你知道嗎 200元 哇 那忠實買幾虧很多後來賺 都賺回來 那 問題是 買回來之後從 中國時報那時候 大概至少還有30幾萬分 結果 做到現在剩下 7萬分 還繼續擴張 就是投資人力成本 去做週刊 你想 他已經完全脫離了商業的需求 那這補如實際成本 不是 就問他 我們如果講直接點 就是他有土鑽價值 他想要當人家的土鑽的工具 就這樣子 所以他也不計成本 那他 而且他 甚至啊 他可能會 還是有賺錢 他不是用賣來賺錢 他大陸有生意啊 在中華大陸做生意要靠關係 就可以 他可以跟大陸的人講 我那麼慢 幫我們祖國做這個事情 有些特殊的 同路啊等等的事情 你還可以給我 就給我 而且他不一定要賣 賣食品賺錢 他可以靠土地的中間賣賺錢 對 這塊錢給你圈 你就可以賺錢 所以他賺的錢的來源 不是靠報紙賺錢 靠電視賺錢 而是靠別的產品賺錢 來講這個 那你想想看 如果他賺了很多 好幾錢你 投資這個幾 幾十億幾百億算什麼 這樣講 這個是一個划算的生意 所以你要知道 他是報紙或媒體 他本身是他的一個 也是賺錢工具 或者不是在這裡賺錢 而是透過這個來源 給地方賺錢 所以 我們在台灣的媒體 其實我前幾年 都在討論的是 就是他們這個事情 中國因素影響台灣 在進行影響的其實 現在是越來越明顯 像這種光暴這種 就跳出來 做得非常的明顯 那這樣的一個整個 情況 我們其實台灣 現在很多媒體 而且部分藍綠都受影響 不是只有這種藍綠的媒體 才這樣子 連綠的媒體 也都受影響 這是非常可怕的 那你知道 學運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電子媒體不敢發 不敢發 包括民視 發展很少 因為他們都想要在 中國大陸賺錢 中國市場賺錢 所以他們就 因為他是反服貌 反服貌就是反到 中跟中國的這個服貌 所以不敢 爆 這情況 就是 中國政府用這種 經濟的力量 來影響的時候很可怕 以後我們會看到 如果假設 讓他15G那進來 以後我們就 就以為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人一樣 就說看不到 另外一個神 因為每個媒體都報導這樣 或者不報導這樣 不報導之後就完了 因為 我都以為世界就長這樣子 我去中國大陸 去年去年的時候 最感受就是這樣 我去那裡完全不能上 可以只能上中國大陸的網站 台灣很多網站都被封 又是新聞網站 所以我可能不知道 台灣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翻牆就看不到 那你想看看 這些中國大陸的人 在那裡生活 他就以為 他的世界就這樣子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不是這樣 可是你想想 我們明明那麼自由 我跟朋友 他 那個 他也是台商 我來台灣 跟他講說 你們中國那裡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 烏坎發生暴動過 還把政府趕出去 自治 曾經廣東有烏坎 發生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把政府整個趕走 然後變自治 然後跟政府對抗到 後來政府也知道 東西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 等會來台灣才是偶面來 中國大陸發生這個事情 那我們現在 台灣現在慶幸了一點 是說 我們現在還是自由開放 可是有一天 慢慢進來之後 不報道 你就當作不存在 你就以為沒有 可是其實有發生 這一點才是我們最 感到最可怕的 我剛剛講的是這部分 我就說 其實中天在我們的媒體 但是他其實收視率很低 那你看 從收視率來看 你知道異電視 異電視 異電視 這是他的收視率 他反應是很低 異電視他第一個是他 因為他是剛進來 進來系 有限時的 所以他的收視率 一般人喜歡看得很少 所以他是超高的 從流行人最高的 那其他的 還被講過去 這樣就表示什麼 另外一個民意測驗 就是說人家想看 這樣一個報道 過外一個民意的選擇 發明一天是幾乎全天 以後在報道 太陽花旋 哇 結果很多人都在看 說他選擇 收視率又高 那中天就沒有看 除非像龍捲風 讓我們節目被他罵以後 才來一看 那新聞龍捲風的視線 大家都知道 他去嘲諷這個女孩子 這種的一個節目 他非常地屬一下 可是你想想看 中天的回應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中天第一時刻的回應是說 詩無邪 你們有聽過嗎 詩無邪啊 神詩巾講的 這種是 感到很美啊 超殺的啊 這個是詩無邪 你們自己想太多了 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可是你想想看 任何人只要有新聞專業訓練 不要說這個 一般的人覺得很像 可是他竟然會當做這樣子 其實完全違反了新聞專業訓練 那這部分 會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因為他 我覺得當一個核心價值 超越了一些其他核心價值 就會成為這種 中國公民 但我為了要捍衛一個 譬如說我是中國的產業的 價值的時候 你的其他去侮辱化女性 我也無所謂 因為我就是會達成 打烏雲化 所以我可以清換別人權 沒關係 就是因為他的核心價值 是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用基本人權的價值 基本上你就不會因為硬的能力 不然你是在 中國來的大陸籍的配偶 越南來的新住民 這樣你用人權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比較吃頭 說這是越南來的 你就學無所謂 那就是其實 你就可能對他待遇就不在乎 可是用人權的基本價值 就不會可能這個問題 那其他 大家有說 這件新聞也許過很多 我先以後再看他們想到的 可以聽說 這件新聞都沒有什麼 這件新聞沒有什麼好玩的嗎 有幾個記者嗎 我們 最近有一個 另外一個電子網站 他叫明報科的經過 大成立 然後他們有一個 專資深記者去那裡 因為裡面的 明報這裏面的主管 記者全部都我類似 以前有同事過 然後他進去的時候問他 因為他們人也不多 其實人不多 大概 目前也是五六人 然後他說 人太少了 然後他們主管 因為我類似的說 那信通人是只有五個記者而已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我們信通人有那麼少記者 我們只有五個記者 那 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信通人的新聞量 看起來還不少 怎麼可能五個記者而已 那 這部分同樣 真的 我的信通人記者都蠻辛苦的 那 我曾經去台大新聞所 去 上課 然後我就問他們一件事情 問他們同學說 你認為 我們信通人一天 大概多少個新聞 然後 他們的老師 我們是叫林兆正 台大修所教授 他是非常資深的 中國時報的調查記者 出生的 結果他竟然講多少人 500折 天啊 快昏倒 因為我在中央社的時候 我在中央社 那部總編輯的時候 我們 中央社那時候有330多人 我們一天 才多少人 300到400人 300多人 你就記者不到300 因為有些行政業務 至少200多的記者 不過才300、400折行 我們才500折行 我們才500折行 所以但是他那個印象 就覺得好像是蠻多的 那事實上我一天 只有30多折行 就有30多折行 不讀 而且我們對記者沒有要求 說你要折副國署 你說你今天一定要教補者 我沒有這樣要求 當然我們不是只有 我剛才講 我們也是專聘的 專職的記者 我們還有 特約的編譯等 提供編譯新聞 然後還有兩名 特約的提防記者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提防記者 還有一些國外的一些 幫他們發港的特派 像我們最近一些 聲援 一些媒體聲援 符畫都是我們 我們在國外的記者幫忙 在那裡 看到當地的新聞都幫他們發 那我想我們其實做這種網路媒體 就是也是怎樣 就是因為能夠審就審 反正幫他都幫忙 因為網路很方便 所以我弟弟在紐約 他是在紐約大學的教室 他還當我的公民記者 那紐約他有發生什麼 前陣子不久有發生一個 瓦斯爆炸 整個大火 我弟弟就去拍照片 報學信 然後有時候紐約課 紐約課有些什麼新聞 各種各種的 他說報書 他們有一個無褲子 各位知道嗎 前陣子才剛 無褲子就是說 他每一個 好像三月份 二月來三月 他們就會 是公共場所 然後就 去穿內褲而已 但是他們是 他們本來穿正常的 然後到那裡 去捷運站以後 就開始褲子頭脫下 只剩下內褲 就這樣無褲子 那這個活動 類似這種 我弟弟就會幫我採訪 因為我弟弟也參加 這個無褲子的活動 他就有趣 參加到這邊採訪這樣子 那你可以知道網路的好處在於說 我不需要養一個特派 養一個特派 養一個特派養多少錢你知道嗎 至少三十萬萬 一年 像我們在中央社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中央社是台灣 唯一有養的三十幾個特派的媒體 因為現在的媒體都 成本能審就審 所以政府派駐外人員 都是中央社才有辦法 因為政府有出錢給中央社 所以在很多瑞士啊 美國啊 日本 反正你想到他重要的國家都有 那可是一個人都要至少三十兩萬 他的房租 房租啊 他資金 那個薪水等等 那可是我們現在 網路媒體好處在於說 欸 我認識這個朋友 你幫我發一下 而且你不用每天發啊 重要的你就會有意義要發 就幫我發 像在法國 那我們有一個跨國的 我們台灣藝術家 他是畫漢畫 那他在 那個 他就幫我報道什麼 跨國那邊的動漫展 動漫展的那個 他本身也有參展 是參加這個活動 他就幫我報道 這就是第一手資料啊 然後對我來講都很好 他們可能沒有那麼審 做那種專業 可是重點對我來講是有素材 他有拍照片 都把那些過程寫給我 我可以幫他改寫一下 就變成一個比較 要qualify的新聞出去 對我來講 我真的很省成本 我很多付稿費 對不對 所以我付稿費給你 然後你都 要寫就寫不寫也沒關係 大家都沒有壓力 可是我覺得 我的新聞來源就很豐富喔 我可以 例如假設有一天 我莫斯科 就是那個 在二國也有一個記者 他就幫我發 烏克蘭那邊的情況 就是他去二國那邊 你們看都全烏克蘭 他就幫我發新聞 我不需要養一個記者在那裡 所以我會稱呼他講說公平記者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只要落昌 在觀察一些事情 你把它記錄一下 你昌不寫 昌的記錄 你就會越來越順 因為你沒有寫 一定不會順 我們當記者都這樣子 我當記者 剛當記者的時候 寫稿也很痛 寫得非常痛 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那個名嘴 就是那個名嘴